再过一个月就是耶旦结了 而今年的圣诞红产量和去年相比可是减少了6% 不过有一些是国人自行研发的新品种 在今天首度亮相 我们带您一块来欣赏 12月份最硬解的花卉就是圣诞红了 热情的红色带来温暖和幸福感 花卉产销公司表示 今年的圣诞红产量达到142万余盆 要比去年152万盆略解了6% 三寸圣诞红超受消费者的喜欢 三寸盆我手上拿到的三寸盆 锅量是最多的 几乎占了46%的百分比 有差不多60几万盆之多 今年最新三款的圣诞红 最值得推荐的是首度亮相 国人自行研发的立体富贵红 它的叶片又圆又大 65度的阳角相当的具有立体感 另外青春卡罗 它的分支性强 它的特色就是观赏期比较长 别的圣诞红放一个月就哭了 而青春卡罗可以放两个月 所以非常的适合在橱窗摆设之用 欢乐圣诞节 它的金强健 叶子又圆又大很好看 清爽冰火 在红色叶子中间呈现了放射状的白 像是雪花下在圣诞红上 粉红桃莉 它的叶形细长 给人清新的视觉感 还有千变贝丽 它的叶子看似像是枫叶状 那颜色可以有白 粉红 还有双色等多变的色系 那么这么多的圣诞红 似乎也提前烧来了圣诞的气息